十一帝 你不在这几天我都快无聊死了 要不今晚走一个 可以呀 正好本世子也想姑娘了 是吧 那今晚我们就 今晚恐怕是不行 我怕是有事 不如我们改天再 上次长一一是害你落水 我早就想跟你道歉了 正好今晚 西街来了几个西日美女 她们表演的幻术神乎其神 所以我才想带上我们十一帝 一块去瞧瞧嘛 好啊 那晚上西街见了 刚才不是还说有事吗 小问题 我来解决 那今晚不见不散 不想表哥这里有客人 倒是打扰了 这类是 民女杵士 殿下的表妹啊 我送来西境的特产给表哥尝尝 这水果进城里买不到 给我就行了 你先下去吧 我还有事 以后这种事情让下人来做就行了 我必自己过来 是 好吃 送水果都舍不得 地位果然不一样 还不看书去 你 知道了 行什么行 你今天和王仲玉聊了些什么 哦 对了 他今儿个约我去看西域幻术 说是神乎其神 特别好看 答应了吗 答应了啊 我跟你说啊 我早就想去看那个西域幻术了 一直都没机会 今儿个这么好的机会 我怎么能错过呢 等一下 我今儿个 得早点走吧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和男子行为那么亲密 还约会去看戏 成何提到 噓 殿下 这事儿吧 你怪不得我呀 你说我这身份只有你知道 那王儿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对外人而言 我还是一个顽固子弟 该有的风流 不能上 殿下 你要是真的担心 王儿发现我的身份的话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没进去 是你自己不去的 怪不得我 好 殿下 这个 签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啊 再见 君中传言表哥与这韩世子 关系匪浅 这人果然生得资荣殊胜 只是不知为何 要这般缠着表哥 真是可恶 怎么样 还不来吧 眼见为时 赶紧进去吧 客官 要看幻术吗 需要十两门飘链 架儿倒是抬得挺高的 别让爷失望就行 谢谢 是 表哥等一下 表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上街去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我早就听说京城特别地热闹 可是我来了之后 一次都没有去过 我有重要的事情 带你有很多不便 你若想去 让府里的侍卫陪你一起去 家里的侍卫哪有表哥厉害啊 再说了 大伯母还要我跟表哥 多亲近亲近呢 表哥不说话就是答应了 谢谢表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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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李锦萱上了几个新菜啊 待会儿尝尝去啊 行 烤完就去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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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萱 您怎么来了 不是说不感兴趣吗 香叶见过二位公子 这位是楚家小姐吧 早就听闻楚姑娘花容月貌 又见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哦 这么想来 武殿下此次前来 应该是陪楚姑娘来的吧 香叶久未晶晶 早已好奇京城的景色 表哥便带香叶出来 长长见识 武殿下与楚姑娘郎才女貌 请 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 下一节目更精彩 好 来喝酒 再来一杯 好 好 表哥 好 太精神了这个 假的 我倒要看看 这个障眼法的诀窍怎么样 这我不敢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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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